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Costco 那今天呢和平时有点不一样 因为今天想要来和大家聊一聊 我平时在Costco最喜欢买的20样产品 那如果对自己有兴趣的话 就往下看下去吧 首先第一样产品呢是Costco家的玫瑰盐 相比于其他的盐 特别是一些精致的白盐 玫瑰盐可以给我们提供更加多的矿物质 比如说你在做断食的时候 有时候你会生起缺乏一些矿物质 那你就可以撒一些玫瑰盐 在夏天有时候出汗出的多的话 我也会在Sparkling water里面 加上一点点的玫瑰盐 就像喝盐气水一样非常的棒 所以呢玫瑰盐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 然后每一次回国的时候呢 我也都会给我家里人带的 第二样是Costco家的黑胡椒 他们家的这个黑胡椒真的很香 因为它是一个研磨盖子 现研磨出来的这个黑胡椒 它的那个香气真的是比较的逼人 所以如果我妈来的话 她一定会从Costco买一些黑胡椒带回去 因为她觉得美国的黑胡椒实在是太好吃了 我觉得 interesting Costco家的橄榄油 他们家经常会有一些 像那种100%的 Extra virgin olive oil打折 相比于在外面买的话 Costco价格真的是很实惠很实惠的 所以呢 如果看到打折 或者我家里正好需要用油的话 我是真的会入手的 我家我超级喜欢 第四个 第四个真的是太爱了 是他们家的这个Carigol的黄油 有时候他们家这个Carigol的黄油还会打折 它一般里面好像会有四只黄油 这个价格真的是市面上我可以找得到的最好最好的价格的 像Carigol的黄油为什么好呢 因为它是草丝牛 这个黄油它的营养密度会更高 不管是用来做paincake啊 或者说用来做蛋糕 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在黄油方面我只认这个牌子 Costco家的mctol中链脂肪酸油 那中链脂肪酸油什么好呢 就是这个油吃进去呢 它会被你的身体直接当做热量来燃烧 而不是以脂肪的形式囤积在你的体内 所以有可能你会发现很多健身的人 或者很多一些爱美的女士 他们都会去吃一些mctol 之前有一个阶段椰子油不是很风靡吗 其实也是因为椰子油它含有这个mct中链脂肪酸的原因 那像Costco他们家就有买这种纯纯的mctol 我有时候就会拿它来做两饭菜 或者有时候会拿它来打咖啡 都是超棒的 而且它的价格超好的 强烈推荐 他们家的椰子油 那他们家的椰子油 一年里面可能会遇到一到二次打球 每一次遇到打球我就会去扛很多货回来 因为我家吃椰子油吃的还蛮快的 不管是用椰子油来涂抹面包 或者用椰子油来煎鱼炒菜 都是万能搭配 如果你没有试过椰子油烤面包的话 答应我你一样去试试看 因为我真的觉得太好吃 太香了 然后椰子油它其实营养也很分布 那有很多人会问说 椰子油不是保湿脂肪吗 不是对身体不好吗 不是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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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觉得你对椰子油有一定的误解 如果你对椰子油有兴趣的话 不妨去看一看 我之前有做过一期关于椰子油的视频 可能会把你的疑问给打开 接下来第七样 这个是我在Costco家一直会买的 这个是Hemp Seed 还有另外一款呢 是Cheer Seed 它们都是非常好的 天然的补充Omega 3的食物来源 那像它们其实有点类似 就是不管你是在打Smoothie 或者你是在拌沙拉 或者拌凉拌餐你都可以去用 然后你也可以用这些来奥吃 你也可以用它们来做饼干 也没有关系 如果能够从天然的食材当中 摄取到更好的对身体健康的油脂 为什么不是从天然的食物当中去摄取呢 所以我们家会常备这两样东西 这个是Costco好像是从去年开始才有的 它们家的枸杞 然后我有试了是 不管是单吃还是泡水都非常的好吃 它的颗粒都非常的饱满 而且它也是有一些有机认证啊 有一些健康标识 相对来说比较安全 好 最首样呢 是它们家的虾油和它们家的鱼油 在买鱼油虾油的时候 我会确保它里面不含有大豆油 然后确保它是野生捕捉的 因为这两点对于我来说其实还蛮重要的 有时候你会发现 Costco它们家的有一些牌子的鱼油 好像价格很便宜 是它的价格是很便宜 但是如果你去看它的成分 你会发现它里面用到了很多的大豆油 那大豆油本来就很便宜 对我们的身体其实并没有那么好 因为大豆油在它提炼的过程当中 很容易产生一些氧化 很容易产生一些变质 所以呢我会避免任何含有大豆油的保健食品 事实上这种保健食品在Costco你可以看到很多 如果你又去看它的健康标识的话 而且你会发现只要这个营养补充品 它是和大豆油有关的 它的价格就会便宜很多 不相信的话就去试试看吧 第十样 这个胶原蛋白粉 它这一款胶原蛋白粉用的是牛皮 那我知道有很多小朋友可能会说了 啊牛不好牛不好你一定要用鱼的 但是Costco没有鱼的嘛 而且这一款它是用Grasphed来做的 从性价比来说它非常非常的高 这样子一大桶的话大概就20块美金左右吧 Anyway它有时候还会打热 然后每次你只要吃1到2勺 然后泡在水里面喝下去就可以了 吃胶原蛋白粉不要以变漂亮为目的 因为那样子你可能会失望的 你只是把它当作一个营养补充剂 因为它可以去修复我们老化的细胞 所以要以健康为目的出发 那才不是耍流氓 不然的话你会觉得这些东西都是 接下来第十一样 咖啡 我对于咖啡没有特别高的要求 我只希望它方便快速就好 对于有一些人如果他有便秘的话 我会强烈的推荐你试试看咖啡加牛奶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万事万灵 因为咖啡里面的咖啡 本来就能够刺激你的肠胃蠕动 然后它可以帮助你缓解便秘这个现象 Costco他们家会有一些instant的咖啡 而且它的价格都非常的合理 如果我有看到的话我就会拿 第十二样 牙线 Costco有买这种牙线 它的价格很好 这样子一般打折大概也就10块11块美金 然后可以用很久 它里面一共有6小盒 那我自己就非常喜欢这种牙线 我觉得它用起来非常的爽 如果你家里的小朋友 它的乳牙非常的密集的话 我也会推荐你给小朋友用牙线 不要觉得小朋友乳牙住了没有关系 它会很痛苦的好不好 而且可能会影响它将来的横牙质量 搞不好横牙也会吃掉 所以呢 牙线还是很必须的 第十三样 Costco家的杏仁粉 你知道他们家的这个杏仁粉有多划算吗 就是和外面在Target买 或者在那个whole food买起来 Costco家的杏仁粉 这个价格真的是太良心了 这样子一大袋 大概也就10美金左右吧 像我公公 他希望在自己吃馒头啊 吃包子的时候 可以补出一些蛋白 那么它就会在面粉里面加一些杏仁粉 特别是现在有很多朋友都去做生酮饮食 都会做一些低碳饮食 那么如果你们又想吃饼干 又想做低碳怎么办 其实杏仁粉就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它完全可以替代面粉啊 超棒的 反正这个杏仁粉 它的价格实在是好到不敢相信 所以一定要拿 第14样东西 我想要推荐的是Costco家的坚果 我这里正好没有坚果 但是Costco他们家的 碧根果杏仁还有核桃 都是我常买的 就是它一袋的量很足 大概是两磅左右 而且它都是那种无盐无油 就非常天然 非常自然 你可以自己回来 按照自己的喜好进行加工 超赞超棒的第15样 我想推荐的是Costco他们家的鱼罐头 有两个是我自己特别特别喜欢的 它们都是沙丁鱼 这款沙丁鱼它是浸在甘蓝油里面 而这一款沙丁鱼呢 它是浸在100%的Extra Virgin 就是初压寨的甘蓝油里面 所以呢它的质量会更好 但是这一款沙丁鱼它是带有皮 所以就不大喜欢 但是它的营养价值真的很高 像这个沙丁鱼罐头 我是强烈推荐大家去吃的 因为沙丁鱼它可以补充我们很多很多的Omega 3 而且因为沙丁鱼是海洋里面的小新鱼 所以相对来说它的重金属沉淀 会比吞拿鱼或者三文鱼之类要好很多 而且这个罐头超级方便 打开就能吃 它们家还有一款这个Wild Yellow Tuna 这个是红吞拿鱼 这个也是野生捕捉的 它里面就是这样子一小袋一小袋的 大概会有七到八袋的样子 它有经过拱的测试 也就是说它可以确保你吃到的这些产品 它的拱是不超标的 这点其实还蛮重要的 因为我们说重金属重金属污染 最主要的其实就是指这个狗 特别是夏天 吞拿鱼沙拉加一个鸡蛋 那味道也是差得更 而且它也不沾任何的地方 像外出旅行带在身上也是超级方便的 第十六样 它们家的有机鸡汤 它们家的有机鸡汤 我基本上都会备一些 有时候在煮汤 或者给小朋友煮面的时候 有这个就非常非常的方便了 然后它的味道其实还蛮鲜美的 第十七样 它们家的花生酱 这个花生酱它好在哪里呢 就是它的成分里面只有花生 只撒了一点点的 也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 所以如果打开来的话 你可能会发现 它其实有一点油水分离的感觉 那一般性我们买的花生酱 之所以它们有那种绵密的那种感觉 是因为它们都有用到一些氢化油 那对身体来说 其实就不是特别特别的好 第十八样呢 是Costco它们家的有机鸡翅堡 它相对其它的外面买的鸡翅来说 它会变加健康一点点 然后它也非常的方便 非常的快 而且你只要烤一烤就好了 所以我们家会飞一些 第十九样呢 是它们家的代糖 其实它们家有两个代糖是我会买的 一个是罗汉果代糖 另外就是这个赤枣糖 它是里面是一袋袋的 那在夏天打smoothie的时候 就会非常的方便 为什么会买一些代糖 是因为我们都知道白砂糖吃了多 对身体不好嘛 所以呢我就会寻求一些代糖 尽量的降低 平时吃白砂糖的量还有频率 那代糖当中呢 你一定要选择天然的Costco 它家的代糖 经常会有打折 那在这个时候入手呢 价格就更加好了 最后一样 Costco的书 Costco家的书真的是超划算的 那在Costco我就蛮喜欢 给小朋友买这种书的 另外呢就是Costco 它有一个练习测试 就是这款Complete Curriculum 它家有一款这个练习测 其实Costco家 他们的给小朋友的练习 有很多种 但是我自己最喜欢的是 这一个系列 因为这一个系列 从阅读到数学到评写 反正它的内容就很全 而且它的难度也是中 那像这个系列 它并不是一直都有的 它也是一个seasonal的 所以有时候有 有时候没有 所以anyway 这个也是我非常推荐的 好啦 那这就是二十样 我最喜欢在Costco买的 我觉得比较健康的 或者说对自己的生活 会有帮助的产品 如果你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 如果你有其他好的推荐 不妨给我留言 那我们下一次再见 拜拜